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针对这本书单独的介绍过他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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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发现之后呢 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提醒 然后让我们OKOK 我们就回来补作就好了 因为我们先前谈那个同一位作者 罗伯特希尔迪的普耿利嘛 然后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一直讲到他的这一本 其实是他的第一本 就是他的前一本 传世著名之作啦 对 然后就有网友说 在爬我们的有声书品 然后没找到 要我们提供连结 我们的后置也没有找到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的错 重点就是连我自己都没找到 然后我在想 从2005年到现在 我还真的没有导论 我们居然没有导论过 因为他实在是太重要 到我们一直觉得 这不可能没有读过啊 或者是不可能没有介绍过 所以他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 潜意识里头了 然后我们反映到说 怎么可能 对 然后就是可能 就然后就这样 就是这么发生 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特别是你过了某个年纪之后 就真的是 就是先去确认一下 好 那也没什么啦 我们就赶快把它补上就好 那也很好 我们就又可以导讨一本很经典很经典的书 那这本书就是 广为人知 以往呢 你可能要做行销啊 公关啊 广告啊 你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本书叫做影响力 他在当年卖得非常好 对 他英文的第一版是在2007年出版的 那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本是 在2011年有90文化在台湾的繁体中文版 我们现在手上的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网络书局买 我猜应该还有再更新的再版 我记得有 因为书品是 好像有 书品已经不一样了 好像有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还是不是90在代理 出版 帮忙出版 好 好 那呢 这本书因为实在是太经典 经典到 我就很想好奇 开宇 你会怎么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就是刚刚我朋友讲说 是行销人 那你现在怎么看这本书 经过了事情 会讲行销人 你刚刚开录前你不是问我吗 就为什么是行销人 我就直接指了这个书皮的一行字 念给大家听 对行销人而言 这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参考书籍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读社会心理 这个专业领域的 所以它里面所写的很多东西 其实应该说整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是 所以他等于也算是我们读社会心理的必读书 是 可是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 你不要局限哦 不要觉得我是对社会心理有兴趣 我是要行销广告 或是对心理有兴趣 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角度 我会从 Everyone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在 现在世界里面生存 尤其网路的世界 社群媒体的世界 还有假新闻冲气的世界 我觉得 它真的是人人必读的书 是 倒不是说你要读了它之后 怎么去影响别人 当然你能够做这个积极意义很好 但我觉得退一步 你要先保护好你自己 因为这些影响力的法则 经过这么多的研究 已经都被证明有效 这也就意味着 很多人会用这个方式去操弄你的认知 是 那我们怎么退一步保护自己 进一步创造我们想要有的结果 我觉得 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读的书 我自己当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为什么用当年 因为就真的很久以前读 讲到当年 我在重新整理这本书 要跟大家分享 我里面还夹着 当年的 你自己可能都忘了 你自己当年第一次读 因为我那时候读完 觉得很棒 我就分享给你嘛 然后你自己还做那种卡片式的笔记 你有 好几张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真的 真的 我以为我没带 这是真的 真的耶 对 哇 真的是当年 字还很漂亮的时候 你自己保护不凑凑就对了 好 就是当年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因为你读社会心理 那因为我们在养成的过程 不是只读智商理论 我们也还是会要读社会心理 我记得 智商师考试好像也有考 要看你考什么 对对 对 相关科目吧 对 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在读 里面的很多研究是 这个作者其实是把很多很多 更早期 就是在心理学界 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大学里头 做过的研究 帮他整理出来 那我在这本书之前我读过 所以那个时候读的时候 我比较像是 哦 有一个学者 或是有一个心理学家 做了这样的实验操作 然后得到了结论 然后我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 OK 他讲得比较人话了 其实后来我们读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我们在创业 对 然后 对 然后那时候也就是更 把它就变成是我们 影响力吧 所以我们就想啊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呃 运用出去 对 让我们可以对别人有影响力 是的 好 那再过了十年了 距离现在又十年了 谢谢你把它翻出来 我开始 你刚才讲的那个切入角度点 我很喜欢 因为 也因为所有人 大部分都知道这本书了 然后也确认 这十几年来 近五十年来的这些研究 确实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 是 所以它已经变成 不是某一些专长的人知道了 它变成很多人知道 不管它读不读得过这个理论 但它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于是这件事情变成 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可 不可能 没有碰到的 一定碰得到 碰得到 然后你要不就是主动运用 要不就是你是 一直被别人这样子影响着 而你自知或不自知 所以我们今天呢 凯语切入了一个角度 我很喜欢 就是想要用更现代的语言 去想这些 他书上最常讲到的六个手段 六个原则 影响力法则 是怎么现在发生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 那这六个原则 我先很快的念一遍给大家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来介绍它 这六个原则就是 互惠原则 承诺一致性 社会认同 喜好 权威 还有稀有性 好 那凯语我们先从互惠 要直接切入互惠是不是 不然你要先从哪里开始 好 也可以啦 其实刚刚讲的那六个 我觉得前面有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假设 每个人都完全知道这本书嘛 前面有一个东西就是 所谓影响力在这本书的定义就是 它利用人大脑心智运作的 自动化法则 来创造你的行为 是它想要的 是 就有点快思漫想的快思 有一点 捷径 因为在它成书的那个年代 已经有了这个捷径的概念 那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领域 一直都有 只是它 在这本书的最后才提到这个词汇 但其实这六个原则就是人的心智捷径 捷径 对 其实任何研究 就像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说这些影响力的手段 它没有好坏的问题 它是中性的 是 那只是 也因为它是中性 所以 通常你就像人家说的 好事难出门 但坏事会传千里 那有些其实不是太恰当的手段 也会大量运用这些方法 然后去创造很多人群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古今中外都不可避免 对不对 然后加上 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社群媒体 所以它加速了 是 它从任何讯息 从一个小社群的小范围认知 变成是一个很快会蔓延到 全世界 对 甚至于 有时候是这样子 第一个 它可能是全球范围的影响 但第二个 它可能没有全球范围影响 但我们主观会认为 它是全球范围影响 这两个层次都要讨论 OK 因为现在的这个演算法的机制 会变成 它会让人 会不停地固化 你所相信的事情 比如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小时候 我们 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晚上 没有看综艺节目 隔天会没话题 对不对 你现在要讲哪一档 随便啦 那个 黄金拍档 哎呦 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 钻石舞台 钻石舞台 我看过 龙胸虎地 这已经近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就讯息传递的本质 当年其实没有流通那么快速 对 所以那个东西在本质上 是不可能全球 但在我们的主观世界 是不是几乎是 是 就觉得你同学知道 你知道就是全世界知道 是一个国民认知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又有另外一个吊诡 比如说 你研究某个小领域的 比如说你研究多肉好了 好 你就自然而然会 有很多多肉的社群 对 然后你会久而久之地以为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件事 甚至大家都觉得 然后大家 多肉都知道在讲什么 是是是 大家都很容易搜寻到 多肉对不对 可是你信不信 我现在讲到 多肉这两个事情 你信不信还是很多人 不知道多肉是什么 对我刚才就心想说 你故意的对不对 它是一个吊诡 对不对 多肉是一种植物 对 你刚才想的事情 是一个人很多肉 不是因为 那个过年吃太好 大家说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说我胖是不是 多肉 情绪都来了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会觉得 这六个原则 为什么在 现代的版本 我其实就不太强 不在 这么的琢磨里面 讲的这六个原则 要怎么运用到 影响别人 我觉得我反而 比较想要讲 另外一个角度 反过来的 它是成立的 那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如何去看待 如何保护自己 OK 所以 为什么我前面要 加上那个开场 因为人是有自动化的 是 我们会习以为常 我们会有很多的以为 是 但正是因为这些以为 让我们变得不由自主 不自由 甚至于 讲个更粗浅的 就是 你会乱买东西 你会做很多后悔的决定 你会觉得 为什么大家那么坏 其实不是 或是你 我刚才 凯云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 更有意识的去理解 影响力 不管你是自己运用 还是别人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是更有觉知的知道 这件事情 对 所以刚才讲到 第一个原则嘛 第一个原则叫互惠 互惠简单来说 就是人会有 理善往来的天性 我会 对不对 我对这个反应很大 别人对我们好 我们就会觉得 如果没有回礼的话 会有一种亏欠感 会 但是事实上这个好 在人际里面是很好的 因为善意的交流 但是如果是别人 刻意创造你的好呢 刻意创造你的亏欠感呢 我讲一个历史上的经典例子 水门案 好 水门案 这我不用解释了 自己谷搞 自己谷搞 不要逼我 你知道水门案 其实就 我们爬书历史来说 它根本就是一个荒谬到 荒谬愚蠢 自极的一个 一个操作 对 一个操作 那为什么 尼克森的团队会容许 这件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那个主导水门案的 那个人 那个策划者 那个幕僚 那个策划者 他刚开始提出一个方案 是要100万美金 当年的100万美金 的预算 当然被打枪嘛 是 然后这时候 他又提出一个 50万美金预算 然后也被打枪 我问你 如果你是整个尼克森的 决策团队 一个幕僚这么认真 连续提两个方案 你都打枪 他再提第三个 25万美金的方案 你会不会愿意 让他试试看 有可能 我们身为理性的判断 会觉得 不管哪一年 就算现在的 25万美金也很大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那么蠢 对不对 没有 你想想看 你在那个环境底下 那个幕僚 是你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人 然后你已经打枪他两次了 他第三次又降低标准了 你又觉得 好还可以 就试试看对不对 结果就搞出水分案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你的亏欠感 你的互惠原则 是被操弄出来的 他根本是买空卖空嘛 他根本没有给你什么嘛 但你会觉得 你亏欠他 好像你会觉得说 他对方退了 然后不止退一步 那我是不是也要退一下 对 所以呢 这就回应到我们 现在的现代生活 你看现在很多社群媒体 是不是打那个假广告 假广告 应该说是诈骗式广告 那种一页式的广告 你会发现 那个一页式的广告 尤其我们做教育 教育训练的 其实最多这种 真的啊 对 那种一页式的广告 是不是 这个课程多好多好 然后在你还没有买 还没有决定之前 他是不是就 只要你留下email 我们就送你价值 九千八百块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或者是你现在加入的话 就有多少 免费几个小时的干嘛 对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现在看到那种广告 你买任何东西 或者在你还没买之前 他就说要送你很多 你有没有可能 你的那个亏欠卡 是被这样子创造出来 就是我拿了他的证明 那就跟试吃一样啊 对 没错 其实里面书 里面也讲到一个经典的案例 有一个 那个算是慈善团体 但慈善要括号啦 是不是真慈善不知道 他们 他们当年在 那个劝募的方法 很特别 就走在路上 有人就递给你一朵小花 说这朵小花送给你 嗯 然后你想说 武商大雅收下了吗 他在接下来跟你劝募 你会不会觉得 就怎么样我都 掏个钱 都得掏个钱 就这样 会啊会啊 它是操作出来的啊 然后像那个什么 比如说 再来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 我们 我们假设你要买房子 或者是你要买家具 这些所谓的高价消费 高价消费 这些高价消费 你有 你一定有 让自己先做足功课 再去 再去看房子 再去逛家具吗 理论上要这样 但事实上 我遇到很多人 其实没有 那你看哦 你去买任何 或者是你去买那个 你其实没 没有太多概念的 比如买相机好了 你一进入相机的贩售商行 它先给你介绍一个最贵的 一台主机就要20万 你下一个都会觉得 最后都是便宜的 对 你一定不会买嘛 但它接下来跟你讲一个 5万的 或者是7万的 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还可以 但事实上 以你的照相 不是你啦 就以某人的照相技术来说 就可能我的水准 还不需要用到那么好 对啊 所以它也有一点就是 结合定毛效果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像社会心理学领域 其实很多都是交杂运用的 你要用什么词汇都可以啦 但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那个互惠原则 人家说什么 没事献殷勤 非奸几道 我倒没有要特别强调这个 因为我会觉得把人性 推向很邪恶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在 不管消费啊 生活当中很多决策 真的做功课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思考 因为你要思考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做功课 是 否则你就是空想 你就是不断的自我强化嘛 是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点 就是 因为互惠原则这件事情 其实在人类的社会里头 非常重要 对 如果没有互惠原则的这个 心智运作的话 其实我们的社会是 没有办法凝聚起来 我们不会有信任感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互相支持 所以不是这件事情不对 对 可是因为这件这个 这个东西被发现 这个人的一个人性被发现了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 他被单独出来 拿出来操弄 有问题的是这个 对 而不是互惠原则有问题 对对对 不是说你不要善待别人 也不是说你不要跟别人礼尚往来 对 而是如果 我觉得啦 至少对你生命当中 有些事关重要 你在乎的 那 我觉得 所谓的对自己负责 就是我常常说 你不要把你的未来寄托在别人的善意嘛 而是要来自于自己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 该做功课做功课 该了解的了解 然后 当有人特别 或者是你去看某个一页式的广告 哇 马上瞬间就被勾动了 很多那个哇的时候 其实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到底要买的是什么 OK 那个东西的价值 或那个东西值多少钱比较重要 我有个小方法可以帮大家 我怎么帮自己 冷火 就冷却下来 像火啦 像火 你为难我们打字幕的 那个 比如说如果是百货公司 或者是那个 我会说 好我等一下回来 对 这是个好方法 像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真的非常心动 我就会说 好那我绕一圈 我如果绕一圈 我心里还信心念念的觉得我必须买 我就回来 对 我会让自己离开一下那个状态 然后我会先把它关掉 反正因为现在都很容易找得到嘛 都有浏览记录嘛 对啊 都蛮捞得到 如果它真的很好 我一定会再回啊 我就跟自己这样讲 好那第二个 承诺一致性 承诺一致性就是 这个词汇应该 现在大家知道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人会避免认知失调 也就是我们会避免自打脸嘛 是 我说了什么 我不要再去 后话推翻前话 这是我们人性当中会极力避免的 我们非常喜欢自己说的话 来讲再更白一点 就是面子问题 对 你有发现 尤其那种 对于自我的自信 还不 没有很坚实的人而言 他会常常因为前面自己站了某个立场 他就一路走到黑 其实客观环境 主观 世界 它是会变化的 但他会忽略这些变化 他会以自己一刚开始决定 或者是 那个立场 那个立场 他是僵化的 那在这里面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承诺一致性怎么影响人 里面 讲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 我其实好像在一天听一点 有跟大家分享过 但我觉得这太经典 一定要跟大家讲 像我们现在是 现在过完年 过完那个 农历年 对不对 那老外他们是过圣诞节 对 那圣诞节他们有个习惯跟传统 就是会买礼物 特别是送小孩 那小孩要什么 要圣诞老公公 要玩具 是圣诞老公公给他玩具 对小孩来讲 相信圣诞老公公存在是他的童年 OK Anyway 就是 就是好啦 就是要玩具 那玩具商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在于 他们的淡忘机会非常的明显 就圣诞节前一定是大旺季 可是圣诞一结束之后 他可能会淡季淡个好几个月 对 他们就想 我如何让这个 我如何让旺季仍然旺 但是淡季不淡 对 你知道他们用一招 我真心觉得很贱 怎么个贱法呢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在作者陈书那个时候 我有真的观察 我那时候读过 我真的有发现这样 就是他们会在圣诞节前 抢打那种 几乎是每个小朋友都会疯狂的 那种 很厉害 而且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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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价位的玩具 像是复仇者联盟的 他成熟当年没有啦 可能是什么机器人啊 就很厉害 很厉害很高贵 然后手会飞出去回来 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任何小孩看了 是不是就会心动 对 就会吵着爸爸妈妈要买给他嘛 对 然后想做一年一次嘛 圣诞节本来就要买礼物给小孩嘛 所以多数父母亲 只要还算负担的 几次都会答应 对 就答应就完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一答应 然后去 不管是玩具 反流程啊 现在是网路啊 等等 一定缺货 你一定买不到 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饥饿行销 饥饿行销 然后你买不到 但是随着圣诞节的时间 越来越近 嗯 你觉得有多少的 父母亲熬得过说 因为他之前答应 对 嗯 因为这样子 他是一种心理运作 就是说 呃 我除了之前答应你之外 我不能让你圣诞节 没有礼物啊 所以我会买别的礼物 对 所以我会先买一个 算电档的 嗯 哦 所以你看哦 我懂了 圣诞节前的营业儿 是不是一样会爆 嗯 因为你怎样都会买 你要都要买礼物 买礼物给孩子 然后就在圣诞节 结束之后 过一小段时间 那个礼物 那个玩具又有货了 又慢慢有货了 哦 那慢慢有货 小孩子这样哭闹 而且你前面答应说 要买给他 承诺一致性 对 我不能当一个 对 食言而肥的爸妈 没错 虽然爸妈有时候都还蛮肥的 所以 所以你看哦 这个 这个其实是 这也是操弄啦 对 操弄 我们说出口的东西 我们不会自打脸 那当然这是经典案例啦 嗯 回到我们现代生活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这个去保护好我自己 是 我觉得这里讲的保护 倒不是说 你要盯着大眼睛去看 我觉得你反而要看自己 嗯 你看哦 现在我们最容易 给这个世界的承诺 其实我们以前 比如说 我承诺一件事情 顶多我几个好朋友听到 嗯 我承诺他减肥 对 顶多就是 旁边的人知道 但现在很有很高的几率是 当你承诺了减肥 你会不会po在Facebook 或Instagram上 我常常看到说 我几个月要干嘛 这样 对 对 这还 这还好 如果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还OK 有时候我们对于 回应对不对 如果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 有没有可能 时间推演 然后你 你的 你原本的立场 可能有点问题 这时候你会改变立场 你这让我想到 好像 近几年 不管古今中外 就就是中西方的政党 的立场 好像也都越来越极端了 对 对对 都走向极端主义 极端化 不管他以前是不是保守 比较保守党 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好像为了 让自己那个言论一致性 对 可以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少了以前那种弹性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哦 曾几何时 所谓的协商 变成黑箱 但我觉得它真的很难分界啦 到底什么叫做协商 什么叫做黑箱 可是我自己在我的笔记里面 就写了一句话 我说 为了一致性 我们成了自己的人质啊 会耶 你看我们也是 为了一致性 我们就继续 就是再来 介绍 请想 体验一下自己 我们有一个状态是觉得 好像说出去的话要负责 然后我们就负责 就像前面说的 其实这个是 这是中性的 这是中性的 但是有时候你 我觉得 虽然这句话 其实不太重听 但是我都很想要跟所有的朋友说 在你在社群媒体 PO任何东西之前 你有没有先想一想 有些东西 其实你PO出去 比如说那种立场很强烈的 你信不信 一定会有关注度 越是极端 人家说 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这种极端式的事件 是现在的时代 一定有很多的关注 是 但一旦你尝到了关注的甜头 下一次会越来越辣 这时候你是不是 等于被自己绑架 可是时间的长河在流动 主客观因素在改变 你怎么有把握 你现在认为的这件事情 一定就是这样 可是凯宇这又好两难了 现在不这样的话 其实又很难被看见 我是觉得 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被看见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被看见的目的是 纯粹的很想被看见 你大可以不用选择什么立场 你可以发挥才艺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在公众言论上 所谓的站队 或者是选立场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为这个世界减法的思维 我把我不要的 不认同的排除在外 但如果我贡献 比如说我们分享一天听一点 它其实被看见 是一种加法思维 你要也好不要也好 等于有人说的这件事 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公众认知 所以为什么不管时代怎么变 艺术文化 它是一直在这个社会的底层 一直是被推进的 因为它在本质上 它是创造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为整个世界 一个增量的思维 它不是为了去分清一个壁垒 然后去减法 排除 就像你说 毕卡索 他的画风 他的印象派画风 他是那样 那其实他以前的素描 写实素描的功力超好的 对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开语的切入角度 是更深刻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的认知一致性 就是你要不要 认知一致 你的言行一致是很好的 但是当在这个网路社会的时候 那你的认知一致 你要不要随时去检验 你的这个一致是为了什么 对 好那第三个是社会认同 我的字这么丑的 我鼻子一直好痒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待会可以出镜一下 哪个卫生纸 没关系 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简单来说 就是别人怎么做 我就想跟人怎么做 我们很怕 很怕自己被排除在外 就很害怕有被讨厌的 其实这里面会 其实很多人会黑我们 学社会心理的 就是说话都你在讲的 就是人家说 现在的社会 你要有特色才会被看见 但同时之间 因为社会认同效益 我们又很害怕 自己是孤立的那个 这本来就存在了 这没有不违和 但其实它是不违和的 因为我们 就像你最近在读精神分析 就人有生的本能 跟死的本能 是一样的 我们这两个都有 那社会认同呢 就是我们很希望 我们是群体的一份子 可是反过来说 因为这样子 我们也很有可能 造成另外一个状态 叫多数无知 就因为害怕 跟爸爸不一样 然后就 这是其中一个 我讲一个情境 就是 这是一个真实的 社会心理学实验 就是假设你在一个教室 或者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里面有几个人 大概十个人吧 你是其中之一 就你发现在 门缝 有烟雾飘进来 这时候你的直觉 会觉得发生什么事 失火了 失火了 可是当你正准备要 反应的时候 你发现 旁边人没有反应 大家都没反应 因为他们是演员 这是 这是实验室情境 但如果是真实情境 我知道 你会不会突然 有一种 很奇怪 我需要这样吗 是不是我大心小 是不是我有问题 那这个其实在美国 本来就有一个真实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女生 走在 走在暗像上面 被袭击 然后他们是在一个 密集住宅区 其实 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 就是大家都觉得 没有人 应该会有人去反应 应该有人反应 应该闻不到我 所以 这样的一个 多数无知 其实书里面有提到 我个人也很有感 叫维特效应 就是 少年维特的烦恼 说白话就是 当 当最近的自杀新闻比较多 那自杀率会在短时间 暴增60%到70% 对 所以现在都会 毙掉这个词 对 但其实像这种 社会认同 我觉得简单讲 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认同 有可能是被创造的 就新闻 假新闻 不都是这样吗 对 带风向 然后还有什么 我这边有写到 演算法 会不会让我们 误以为自己是多数 会啊 就其实你那个想法 其实是很不OK的 但因为演算法 就像 就像有一次 自己不会觉得 自己不OK啊 就是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这样 是对 我想到了 有一次我们不是在 Netflix好像看了一个什么影片 啊 在讲FB的那个吗 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我记得 总而言之 我在Netflix 还是Disney Plus 看了一个什么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 就是纯粹娱乐 结果呢 我的Facebook 居然就推送我相关的广告 好像有 对 很可怕 他们什么时候变同一家公司 对 我想起来了 对 可是你知道 你稍微有不查的话 其实你会误以为 自己关注的这个点 或自己的这个论调 或等等的 会自以为是多数 OK 然后一直到你这个认知 形成一种 自我毁灭的状态 所以 你会发现 像我们现在 我讲这个 因为我是创业者 我就特别有感 我关注的事情 我的电脑 我的所有接触的东西 都会计算我的路径 于是又推送给我关注的 是 但这样的循环 有没有可能 造成我极端错误的决策 我以为这个东西 很多人要 但事实上我推出 根本没人理 真的 很有可能 很容易这样 很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而且在网络世界 这会更形成一种 对 论证的循环 对 它会成为一种循环 一直到 这整个循环 自我毁灭 整个爆掉 突然想到易经说的 你会不会跨太远 就是那个 脉络是可循的 对 所以像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是个创业者 或者是你是个行销人 你为了去避免这种效应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们接受的训练 心理学训练 无非研究方法就两个 直信研究跟量化研究 我觉得你这两个都要用 就是我这边 我自己有写 就是客观数据的 就是一种量化研究 你在做任何决策 跟判断的时候 不要用感觉的 去爬客观数据 可是客观数据 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大数据问题 就它会变成 就是你筛选的谁 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数据 而且还有那个什么 数据 数据怎么诠释 对 你诠释数据的角度 也会影响你的认识 没错 所以其实除了客观数据 你要尽可能去爬之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假设你跟我一样是创业者 你要去做 你要 你要不怕辛苦 你要不怕花时间 做一些直性的访谈 一些焦点团体的访谈 好好去聊那个真实 你想诉求的人 他是怎么理解 他是怎么 他的行为流程是如何 对 虽然现在有一派广告者 就是说焦点访谈没有用 因为那跟 贾伯斯讲的 就是不要去问你的小费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也许传统焦点团体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你要建立自己 有现实检验的原则跟能力 就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虽然现在大部分都是 还是线上的课程跟线上的节目 可是我们还是保有实体课 其实那个是我们刻意的选择 因为实体课让我们一直都有机会 接触到活生生的人 而且他跟线上教学又不一样 我们也做过线上的教学 可是我们觉得 远距吧 你要说的是远距 远距 那个无论实体课有多辛苦 就是他开课风险是比较大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要保留一部分 他成为我们检验现实的一个入口 我一直觉得焦点访谈会没用 是因为访谈的人不知道要什么 比如说你去访谈你的TA 你要他告诉你 你做什么东西 他会买 那当然是笨问题 因为他能够讲出 他要什么 他就会买 意味着其实这市场上已经有竞品了 你去那个竞品干什么 你是跟他访谈 你的目的是要去了解他 在你的专业跟他的生命行为流程 或思维流程当中 有哪些破口 你要在那个破口当中 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在那个破口当中 已经既有很多供应者 你要去做出一个 区别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贾博斯并没有说焦点访谈没有用 他其实在讲 你不是要问消费者 你要什么 而是要去了解消费者 他们的状态是如何 他是一个更 你要说抽象也很抽象 但他其实都是很具体的细活 对啊对啊 就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呃 贾博斯他那个iPhone 他完全不用触控笔这种东西 对他就恨触控笔啊 那你看哦 他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似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他去研究人的行为流程 什么工具是最直觉的 手 手指头啊 嗯 那个触控笔 你到底在干嘛 你等于跌床架屋了嘛 你的目的不就是点 写 啊手就能 手指头就能做的 你干嘛弄个笔 而且还有丢掉的风险 他这么觉得 对啊 好啦 那我们再来第四个 喜好 喜好 喜好就是 喜乎喜欢 就喜欢嘛 就创造喜欢嘛 就像同样一句话 如果今天 某个路人甲跟你讲 跟某个帅哥小鲜肉 或林志玲跟你讲 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这很简单 但我觉得 其实 一样 我说 有没有可能 就不是有没有可能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现在的时代 他有一个 在喜好这件事 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跟吊诡 怎么说 你看 讲男明星好了 讲男明星好了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小时候 或者我们伴随 我们成长过程的 很多男明星 各有各的特色 你问我喜欢 哪一种男明星 你喜欢哪一种男明星 我喜欢刘德华 刘德华 还有 还有 张学友 张学友 还有 我还讲西方的可以吗 可以 可是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我太了解 我太了解你根本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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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看哦 在我的成长时代 很多有名的男明星 我个人都觉得不错 比如周润发 也不错 张国荣 然后再来 比如说 再年轻一点的 陈小春 我突然想到他是谁 我说比较年轻的 还有啊 还有啊 然后陈玉讯 你年轻的时候 人家说你长得像 孙耀卫 孙耀卫 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 因为我发现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名字 是不是各自典型都不同 差别很大 他这么多帅是有差别的 but 理论上来说 讯息越流通 社会接纳越多元 是不是百花齐放 应该要各种 应该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但你现在打开电视 你看新一代的 大概十几二十岁的 那些所谓的小鲜肉 男团 对 那些小鲜肉 你真的分得出来 谁是谁吗 我个人分不出来 对不起 我脸盲 你没有问题 是我有问题 我已经放弃了 真的 我看不太出来 他们谁是谁 但你们觉得 那是一个 很奇怪的吊诡 就是 社会越多元 然后讯息越流通 应该 要百花齐放啊 那为什么 到最后变单一标准 因为大众口味 其实是很趋近 你知道 这个就是 这就是 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 你看 当喜好这件事情 能够被定义 能够被大数据 在最大程度上 知道哪一种脸 哪一种样子 能够得到最大喜好的时候 喜好这件事就完了 因为 它就被框定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 我们用大数据 本来是想要找出 最佳弱点 可是这个最佳弱点 却反过来回头 反过来行书 形塑了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 你看现在时代 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遇到很多 有生涯议题的朋友 是 到底要不要配合 还是要做自己 要做自己又有很多的焦虑跟纠结 我觉得这个 受这个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喜好是一个被操控出来的东西的时候 那 这个喜好 就像我前面说的嘛 它会不会到最后变得是 到某个临界点就自己爆掉了 会啊 就是易经常的物质都是必反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啦 就是当我们在自己的行为决策 要去追求 所谓大家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稍微想一想 嗯 好 那个某种程度上 那种安全牌 其实是最不安全 嗯 但是好像走自己的路也很不安全 所以大家就跨许 然后就不动 这样 对啊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说躺平啊 或者是就就就就就厌世啊 是 但其实哦 事实上如果综观历史 每个时代都这样啊 嗯 好 所以 呃 就让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认真的依然在认真 躺平的永远在躺平 会喜欢我们节目的人 我后来也发现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认知 跟我们的互惠 就我们这里头也有 也还是会有我们 我们也在自我强化啦 对 我们我也也发现 就是会喜欢听我们 书评的或内容的人 嗯 多少都保有一点点都 就是愿意去冒险的这个可能 对 对 无论你什么时候认识我们 我都发现 可能你听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 甚至有一些 人 呃 我最近听萱宁讲 他跟他朋友就是互动 他跟我讲了一个 他有跟你讲吗 他姐妹是不是 不是 反正 你以为就是有一个在 对岸工作的 呃我们的朋友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一天 就是告诉了 轩宁的朋友说 我跟你讲 我喜欢一个频道 他们真的很好听哦 我介绍你 你回台湾的时候 听因为对岸不方便听 然后他就说 哦好 你介绍 然后他一打开一看 然后轩宁的朋友说 哎我认识这个人 我们一起吃过饭 所以我后来发现 嗯 还是会有一种 聚集 就是无论如何的 这个东西 这些即便我们都知道 他还是影响我们 对 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那些决策是怎么来的 对 然后当你有需要调整的时候 要有能力去改变它 所以这就讲到 接下来第五个原则 权威 权威 嗯 你有发现有时候 遇到这种很慌乱的时候 嗯 我们到最后 我们就会宁可相信 我们觉得的权威 对 讲最粗浅的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广告 或者是 你说代言人吗 代言人 嗯 对不对 但其实这种权威 譬如说 现在的时代也很特别 权威很多 嗯 对于假设你今天是做广告 或者是行销 呃 广告代理的 那你真的要找代言人 你到底要找网红 KOL 还是 明星 艺人 明星 现在比较喜欢找网红 其实很头痛的 嗯 因为他各自有各自的 优缺好话 优缺点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来我问你 所谓的KOL 是真的KOL 还是被创 还是可能创造出来的 就又又使用前面的 那些东西 然后创造出来 对 对 然后 然后再来 因为像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如果网络上 这些KOL 公众人物 或者是 就是犯公众人物 都不可靠 那熟人圈 有没有比较可靠 可是你熟人圈的认知 也是受前面的这些影响啊 所以我们其实活在一个群体的世界 你不可能不被影响 而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是你怎么被影响 没错 然后我还讲另外一个 你就说 好 那如果KOL也删掉了 熟人圈也删掉了 有一个说法叫做弱连结嘛 嗯 但弱连结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哦 弱连结这些人是 你们彼此是弱连结 但也因为你们彼此是弱连结 所以信任度不够 在关键决策的时候 你真的会参考弱连结吗 其实 你在关键时刻会参考弱连结 或弱连结的人 能够对你产生帮助 某种程度上 你前面已经有定论了 应该说 你自己起码想清楚过 对 所以为什么我在 所有我的内容呢 我一直强调思考思考思考 如果我要成立一个教派 这就是思考教吧 就 就因为 这比较好难听哦 可以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 思考才是最可靠的 当你有足够的思考 你才有办法去判断 这些影响你的因素 你应该怎么把它摆放 嗯 好 我觉得 刚才你有讲到权威 我不知道你啦 但是 我其实有意识的 不想要变成 我知道 很多人会对我没有投射 可是我其实 很小心这件事情 就是一旦被摆上神坛 嗯 你是很难下来的 不是 一旦被摆上神坛 就注定会被扯下来 那个扯下来的姿态都 很丑陋 对 所以其实 对于 我很谢谢大家信任我们 可是我们都一直说 我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嗯 你还是要有你的判断 嗯 就是 心中有一个权威的好处 就是你有感觉有安全感 嗯 跟可依靠的感觉 嗯 然后你觉得 你可以少做一点 事情 好 可是也真的要很小心 这件事 你把你的权力跟决定 交出去的同时 嗯 你就不要 嗯 后悔 嗯 当你的人生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找谁来负责 因为要最大负责的人 还是你 没错 没错 嗯 所以我们进入第六个 最后一个 稀有性 稀有性 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嗯 所以这种 一样啊 稀有性也是创造出来的 我先讲一个自然的稀有性啊 所以自然稀有性就是 在一切几乎是稳定 不会出错的状态里面 突然发现了一个瑕疵或不良品 嗯 那个瑕疵或不良品 理论上是要被剔除的 但也因为 它的特殊 它反而价值变得很高 琥珀 我在讲什么 嗯 不是琥珀 也是琥珀 嗯 除了钻石这些之外 你去想想看哦 在我们人 人为事物当中 比如说 呃 我们的钞票 是 钞票是统一音质 哈哈哈哈 它的品管必须要非常好 好 对 那我记得前几天 我就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张钞票 后来检查发现 它应该是真钞 但是 它就是 绝无仅有的 少了那个金属的反尾条 哦 哦 它不是 它不是造假的 嗯 那你说 那一张钞票的面额 假设是100块或1000块 没有 大家应该会变很贵 它的面额 哈哈哈哈 是这样 那请问 这么难得 就绝无仅有的 它会证明 中央硬制厂是有问题的 对啊 就像一个老故事不是说的吗 嗯 就是 它在拍卖会上 花了几千万美金 买了一个 全世界只有两张的邮票啊 嗯 就买到的那一刻 就把它烧了 因为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 剩下唯一的一张 唯一的一张 现在多少钱 对 一定不止两千万美金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稀有性 的确是会让人 比如说像 我也必须讲嘛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什么限量 嗯 限量是不是让人疯狂 我们前几天是不是去逛那个唐吉柯德 嗯 就是那个卖那个日本商品的嘛 有没有 哦 每次看到 就只剩下这一堆 有没有 去买衣服 就只剩下这一件 你在怎么理性 你是不是会被勾到 对 还是会吗 对 但是 也正因为这样 其实 有时候 我就要提醒大家 我觉得 我必须很 我只能很弱的跟你说 这只是提醒啦 因为当你真的很 很想要的时候 我觉得 不是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这么 纯粹理性 嗯 如果你今天做那个决定 你还不单得起 而且会让你有快乐 那快乐的价值会比 你买的划不划算来的更重要 嗯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你要去想哦 这是我给自己的提醒啦 就是 那些 号称标榜 稀有的东西 真正稀有的事物 需要大张旗鼓吗 比如说房地产的广告 他没想到你的水 按第一排 这是 我 如果在稀有性 房地产的广告 他可能就会讲说什么 啊 仅有 尊觉五户 尊觉十二户 二户 嗯 有没有 什么地主户 最后保留 之类的 之类之类的 之类的 我们怎么这么熟啊 这个 所以你说 所以我都会问我自己 真正稀有的事物 需要大张旗鼓吗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 在做这种 比较高价的消费决策参与的时候 我只问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我走人 然后过一段时间回来 还是有啊 嗯 而且 回来 回来 还是有 我的那个 八根 power 我的那个 砍价的 那个 power就变强了 嗯 因为一样嘛 他 那个认知 大失调啊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 呃 特别是那种 所谓的限量啊 等等的 你问自己 因为如果你自己 真的很需要 不管他限量 不限量 你就是需要 嗯 那你不啰嗦 还负担 那其就买吧 嗯 小 我觉得 可负担内的范围 但如果重大决策的时候 要很小心 对 因为 比如说刚刚讲的 这六个原则 互惠 承诺一致性 社会认同 喜好 权威跟稀有性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应该说任何时代 这六个都可能是被操纵出来的 当然 嗯 任何时代都这样 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他操弄的 速度 速度 速度更快 范围更大 深度更深 嗯 而且 你可能都 没有觉察 浑然不 对 可能完全不会 完全没有 没有sense 假新闻就全部这些 对 全部都会用 假新闻是全部是这些的集合嘛 嗯 假新闻就这些组合权啊 对啊组合权 嗯 对啊 对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 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不好 因为就刚刚凯宇讲 他只是不同的世代 我们这个时代在网络展现 嗯 那古时候也有古时候 神话也不都是这些吗 哈哈 自己黑一下 对啊 所以其实操弄 被操弄 他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对啊 不是去拿掉他 我觉得人生并不是要活得纯粹 纯粹不被操弄 嗯 因为某种程度上 呃 比如说社会规范吧 社会规范都是这种操弄 是啊 可是社会规范会有助于 我们跟他人的协作 或者是会 至少在最大程度上 我开车在路上 我可以信任 红绿灯 对吗 在台北 哈哈哈哈哈哈 又要黑一下 别别别 不要引赞哦 小心哦 小心你的言论哦 你不要到这自我毁灭 我会自我毁灭 对啊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嗯 我希望大家在听这个书评的时候 去留意你内心的小声音 如果你的小声音是 哦好可怕 我以后要小心什么 这不是我们介绍这本书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大家是更有觉知 更觉察理解 哦 这些东西本来就存在 嗯 无论你知不知道它还是存在 对 无论它有没有被理论学家 行为学家 心理学家 定义出来 嗯 其实在这之前 它就是 因为它就是人性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觉察它 理解它 然后有意识的 在特别对自己重要的时候 明白这些 然后去做一个 你相对知道 你自己在干什么的决定就好了 对 所以思考会让人自由 是 真实也会让人自由 然后建立在真实上面的思考 你才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是 你才能够决定 什么东西你可以信 什么东西 就let it go 没有关系 对 好 所以最后我们来工商一下啊 我们在这一个 这个书评推出的时候 我们刚好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也就是我的课呢 最后一波优惠促销 我觉得今天谈这本书 跟成为你想要改变很切题 怎么说 因为影响力是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或我们给这个世界影响 但成为你想要改变 就是设计一个流程 给自己的影响 对耶 对不对 设计一个内在的游戏 或者是生活的游戏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 可能拖延啊 或者是想做事 没办法完成的这个issue 不管是大事小事哦 就我常常会觉得 如果你每天的生活 最大的情绪黑洞 就是你挫折了你自己 你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你都不要跟我谈 你要拿谁怎么样 已经不太可能 那成为你想要改变 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 我就会觉得里面的很多 包含我要 小到我要养成一个习惯 大到我要面对一个 人生的重要任务 我怎么样去帮自己设计出 一个自己的行为流程 人生游戏 我觉得它就是给自己的影响力 有没有 怎么去运用 给自己的互惠 尤其承诺一致性 承诺一致性 对不对 承诺一致性 然后怎么去创造 有时候 比如说像 有时候我会去创造自己 在那种稀有性的感觉 特别把它标定出 它的独特意义 对啊 好 果然自己的小孩要别人扑 比较会 咱不吵吵就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咱不吵吵 中文要怎么讲 呃 呃 好 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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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后制 打字的会想说 烤我 哈哈哈哈 中文 英文 有南语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们的那个影响力 就导读到这边 这本是真的是经典经典的好书 无论你什么时候读过 那或是你有没读过 现在就把它找出来 我都相信这会是你放在案头上 很重要的一本书 对 然后一直留在你的书架上 对 非常重要的一本经典书 然后成为你想要改变 我们2899的优惠价 会一直到3月2号的晚上12点之前 嗯 如果错过的话 他就要调回原价3600了 对 所以把握机会 创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影响力 开始拿自己很有办法 是 好的 好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